娱乐转圈圈 叙事的文艺风格 对于大多数网友来说 这类骗子都是比较枯燥的 以往情况这种骗子 能够破译都已经算是不错的了 但如今小红花14亿的成绩 赤裸裸地摆在眼前 也由不得网友们不相信啊 而这部影片之所以能取得 这么好的成绩 自然是离不开 演员们精湛地表演的 尤其是该片的男主易杨千玺 身为圈内顶流 在贡献流量的同时 易阳千玺本身的演技 也十分过瘾 塑造的癌症少年为一行 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不得不提的是 小红花仅仅是易阳千玺 转战大荧幕后的第二部作品而已 加上第一部的《少年的你》 小小年纪就已经成为 30亿票房的演员 而且还都是男主的范围 这样的易阳千玺 早已甩开同龄人 太多太多了 当然 该片的女主刘浩存 同样也是星光璀璨 甚至在某种程度上 来说她的精湖 要比易阳千玺还要好 之所以这么说 自然是因为她某女郎的身份 实在是 让人不可忽视啊 出道就和圈里公认的 实力派演员张艺合作 演了张艺谋的一秒钟 而后就是 与易阳千玺搭档 小红花 还有悬崖之上 未上映 然后就是上春晚 录制国家宝藏 拿下某手机品牌 代言等等 这样的资源 就是易阳千玺 恐怕都要羡慕了 而刘浩存 也确实有这个资本 北武毕业 颜值过硬 演技过关 自身的硬件 加上软件 未来娱乐圈 必然会有 刘浩存的一席之地 随着人气 和热度的增长 刘浩存也越来越 被观众所熟知 而近日 在接受某媒体采访时 刘浩存的一些发言 却引起了一些网友的不满 甚至都有人 破口大骂起来 采访中主持人 询问刘浩存 你觉得自己 算是有天赋吗 听到这一问题的刘浩存 不假思索地回答道 怎么不算呢 有啊 坦白来讲 身为某女郎 有这样的自信 也很正常 但接下来刘浩存的言语 就让人觉得 有些不是了 他表示张艺 易阳千玺 都是努力型演员 表面上看上去 这是在夸赞二人 实际上 这不就是在说 易阳千玺 和张艺没有天赋吗 说张艺没有天赋 也就算了 说易阳千玺 可就不行了 且不说 其作为圈内顶流 粉丝就不会同意 单单是依据客观事实 也不能说易阳千玺 没有天赋啊 第一部影片 票房超15亿 第二影片 超14亿 而今年易阳千玺 也不过才20出头 这样的成绩 加上这样的年纪 可不只是努力 就能概括的啊 再者说了圈里 和易阳千玺一样 身为顶流的明星 出演电影 有几个能取得这份成绩的 这不是天赋是什么 自信是好事 但过于自信 就有点惹人厌烦了 这篇报告完了 顺手点个赞 都是对我很大的支持 谢谢 谢谢